在现代社会中 性健康已成为一个备受重视的话题 但是很多女人都会念对一个令人难看的问题 性欲太旺盛 这一现象不但让女性感到苦恼 而且还会对她们的配偶及婚姻产生影响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女性对性生活的需求比男性高出50% 而在这个数据的背后 还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据相关数据显示 女性的性需求高达10% 而男性只有3%左右 也就是说 每10个成年女性中就有一个渴望性活动 那么为什么女人对性如此渴望呢 或者与这四点有关 一 为什么女性的性欲这么强 一 年龄因素 一般来说 在30岁之前 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分泌非常旺盛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女性对性的渴望非常强烈 但在30岁以后 女性体内雌激素的分泌逐渐减少 导致身体对性活动产生抵抗 所以如果你想在日常生活中拥有良好的性生活 就需要在30岁之前培养对性的兴趣 二 生理需求 女性同男性一样 也有生理欲望与需求 性欲是受到女性身体中包括荷尔蒙 神经系统 生殖器官等在内的各种因素的调控 雌激素等荷尔蒙在调控女人的性欲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热经期间期间 生高的雌性激素会增强妇女的性欲 此外怀孕期间 硬激素水平的变化也会影响女性的性欲 有些女性牵身性欲旺盛 而且性活动可以满足她们的生理需求 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增加阴道分泌物 增加性敏感度 并带来愉悦和满足 性活动对妇女的身体健康也有积极影响 通过性交流 女性的盘底肌肉得到锻炼 有助于维持生殖器官的健康 此类性活动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减少压力和焦虑 提高睡眠质量 三寻求刺激 众所周知 女性是比较含蓄的 不愿意主动表达自己的感情 其实她们心里也很想要 只不过碍于面子和道义的束缚 没有表现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 总是抱怨她们的丈夫不了解自己 不主动出去 其不主动辞食 如果有关系或亲密关系 这些女性会立即采取主动 因为她们想感受到伴侣的爱和关心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女性对性生活没有任何需求 她们可能会感到不快乐 从而导致心理问题 四心理原因 消极的感觉 如焦虑 沮丧 寂寞会让人把注意力转向寻找精神上的满足 此外 有些人可能有心理依赖 认为性行为是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满足的方式 因此她们会更频繁地进行性活动 心理创伤 如童年的性经历和虐待 也可能导致成年后对性行为的过度关注 二 生理需求旺盛的女性有哪些特征 一 手部表现 很多害羞的女人在生理需求来临时 会做出一些重复的手部动作 尤其是在自己喜欢的异性面前 比如手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 比如搓手指 丸指甲等等 手部的这些小动作 害羞的小动作 都代表着女性在性欲到来之前的局促感 所以当女人表现出这些小细节的时候 男人就可以自信大胆地进行下一步了 二 面部朝红 一般情况下 女性如果性欲旺盛 女性如果性欲旺盛 通常会面色红润 这些女性大多体内性激素分泌旺盛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往往说明女性的性欲需求比较强烈 此时需要合理的性生活 一些性欲低效的女性 通常会出现面色苍白 脉黄这表明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 三年眼睛表现 俗话说 眉毛是传神的 眼睛是我们的窗户 通过观察女性眼睛的一些特征 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女性的性欲是否强烈 对于那些眼睛比较大 很醒悟的女性朋友来说 性欲比较强 女性脸部的肌肉比较有弹性 而且眼皮有弹性 也证明肾功能比较强 相反如果眼神呆滞 也说明肾不好 性欲比较弱 自身体型 从体型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女性身材比较突出 乳房发育比较圆体 臀部比较丰满 说明她体内的雌激素分泌比较充足 这要一来 她们的生理需求就比较明显了 我声音上的表现 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女性的声音真甜 这个女性的声音让人一听就觉得很豪爽 一般情况下 女性性格开朗 奔放善于与人交际的女性性欲旺盛 可以仔细去比较 品一品三 夫妻在床上最爽的九个姿势 一 面对面而眠 这是一个充满轻逆感的睡姿 两人脸切着脸 通常这个姿势会伴随着夫妻之间的微尿目光交流 你可以闻到她的呼吸 她可以感受你的温度 温度 二人的身影在夜色中交织 分享着相同的梦境 二一 微而卧 这个姿势充满了轻逆感 你可以将头枕在伴侣的胸前 听着她的心跳声 感受到她的温暖 当然也有可能听到她的嗨声 那可不是那么浪漫的音乐 睡前看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 会让这个姿势更加完美 三手牵手而睡 这是一种天使级别的浪漫 两只手紧紧相握 想笑一下 两个人手牵手而睡 仿佛这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连接彼此的心 你知道它在黑暗中牵着你的手 就像是牵住了长长的一生 四 背对背而握 这个姿势通常出现在福奇之间的小侦查后 暂时不合期间 各自背对背背 仿佛在示威 我才不会理你 然而如果你想要更多亲力互动 互动亲力互动 你可以在背上情转过来的标志 或者继续韧性下去 五 脚对脚而握 这个姿势表明你们之间有足够的信任 互相不会踩到对方的脚 这是一种默契的安排 没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却又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这个姿势的有趣之处在于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脚下一鸟会在哪里 六 身体交叉而握 这是一种轻腻的姿势 仿佛是在告诉彼此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秘密 你知道他的身体在你的身体下面 他的心跳与你的心跳交汇在一起 七 膝盖交叉而握 这个姿势通常会出现在夫妻之间 极度信任对方的时候 不过如果你的伴侣的膝盖 总是忘记将膝盖交叉 那你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你们之间的信任程度 这个姿势乐趣无穷 有时候彼此之间的膝盖交错 会像解密游戏一样 需要耐心和智慧 巴哭相搂着腿而握 这是一种轻腻的姿势 彼此之间的依赖感达到了顶点 然而如果你的伴侣的腿 像石头一样僵硬 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姿势 更像是在抱着一个雕像 而不是一个人 当然有时候你可能会为了 寻找一个舒服的角度 而陷入一场腿的拉锯站 久连枕在肩膀上而握 这个姿势充满了温馨 你可以将头枕在伴侣的肩膀上 听着他的心跳声 感受到他的怀抱 你整着他的肩膀 仿佛船只停靠在一个坚实的港湾 为你的灵魂提供了无限的安慰 似女人最喜欢男人做这几个动作 有经验的男人都知道 话可以一直编下去 但是行动却是装不了一时装不了一世的 所以爱情不可能是由甜言蜜语维持的 对方的举动才是真真切切维持爱情长久的方法 而女人往往是两个人中最敏感的 你什么举动能够体现出对她的爱护 什么举动只是表面意思 她嘴上不说 其实心里很清楚 所以知道女人喜欢男人做什么动作 对维护你们的感情很重要 女人最喜欢男人做这几个动作 有经验的男人都知道 一摸摸她的头 牵手拥抱这些是生活中常见的交互动作 即便两个人感情不那么深厚 这些动作都可能行云流水般的对对方做出来 摸头却并没有那么的常见 所以一般不会去做这个动作 而且摸头的时候 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宠爱的心理 做出来会很僵硬 单打通过摸头 通过摸头 她可能会感受到你的内心波动 平常的时候 你的这个动作会让她感觉在你这里像个孩子 她伤心难过的时候 这个动作会让她感受到你的安抚 二保护她的举动 再坚强的女人 内心都渴望有个能给她遮风挡雨的人 能够让她肆无忌惮 不用在乎太多 你保护她的举动会让她感受到你对她的关心 有一种被你溺爱的梦幻般的感觉 保护她的举动并没有那么复杂 要过马路的时候 牵着她的手 人多的时候 护着她不被人挤到 这些生活中的点滴 都会让她感受到被保护的感觉 内心会很满足 三 信任的眼神 爱情中信任是两个人坦诚相对的基础 她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你的信任会让她知道你对她没有保留 她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支持她 你是理解她的人 当她做一件大胆的事情 或者被误解的时候 你信任的眼神会让她内心一场的踏实 感觉遇到你和你在一起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所以相处的时候 相处的时候 多给对方一些信任的眼神 你们的感情会更加的坚固 自背着她 带着女人 对男人的体力消耗很大 现在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大都从小娇生惯养 很少吃个苦 男人如果不是那么的爱她 宠着她 很少有人愿意去背另外一个人 你背着她 满足了她因为实现看电视剧 背人背了心愿 又能享受你对她的宠爱 所以女人很喜欢男人背着她 无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 能够读懂她的暗示 女人在约会中 往往会通过微妙的暗示 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 男人如果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暗示 并做出相应的回应 将会让女人感到非常开心和满足 当女人轻轻地碰触男人的手臂时 可能是在表达她想要更轻易地接触 当女人突然变得沉默时 可能是在暗示她想要男人 更多地关注她或倾听她的想法 男人需要学会观察和理解女人的暗示 以便更好地满足她的需求 七 在她需要的时候 男人总能够及时出现 在约会过程中 女人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 或需要帮助的时刻 这时男人如果能够及时出现 并伸出援手 将会让女人感到无比感激和依赖 当女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时 男人应该立即采取措施提供帮助 当女人迷路时 男人应该主动带领她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些及时的帮助 能够让女人感受到男人的可靠性和重要性 八 不轻易承诺 只要承诺承诺 说到做到 男人在约会中不要轻易承诺一些 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 因为这可能会让女人感到失望和不被重视 相反的男人应该珍惜自己的承诺 并尽可能地兑现她们 当男人承诺要陪女人去做某件事情时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挑战 都应该尽力去完成 这种说到做到的品质 能够让女人对男人产生更多的信任和尊重 就任何时候 在她耳边倾诉着情话 在约会中 男人可以通过在女人的耳边 轻声倾诉情话 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和关怀 这种亲密而浪漫的方式 能够让女人感受到男人的深情和温柔 情话的内容可以是表达对女人的欣赏和赞美 分享彼此的未来愿景 或是表达对女人的思念和爱意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 需要注意的是 情话而真诚而自然 不要过于刻意或肉麻 时不论心情如何 她都能第一时间把她哄笑 幽默感是吸引女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约会中 男人如果能够适时地展现出自己的幽默才能 让女人开怀大笑 将会给约会增添更多的趣味和乐趣 一个幽默的男人 无论你什么样的心情 都能第一时间将她哄好 让她保持快乐 哪怕她有嘴滑舌 能不将女人哄拍心就行